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氏三国演义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上有粉丝专页 欢迎大家订阅 中共二十大刚刚结束 我们特意请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于二十大的结果和习近平思想做一下评论 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石板老师好 石板先生好 蔡老师我们就直接进入讨论 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看法 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能够在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中赢得一个全面性的胜利 为什么党内的改革派或者江派团派各种其他的派别彻底躺平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讲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就是中共这个党 它里边并不是真正以思想观念或者说政策理念的一个不同 而形成的所谓我们用现代政党的话语讲叫派别 中共这个党里边其实它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正式的派别 它只是说在某些个思想就是倾向方面 它可能会倾向哪里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曾经的某种社会联系 工作联系 使他们同出于一盟 这样呢大家自然地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派 其实中共党内是不存在正常的这个政党概念上的派别 所以他们大多数的东西都是以个人利益为连结的 个人的关系为连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先说这个概念问题 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派 它不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共这个党从来就没有 引起党内有合法的派别存在 它不存在 因为列宁主义政党从来在它治党政权以后 它是不允许派别存在的 它是把这个党内的派别看作为是非组织活动 是一种小中派集团 所以它从来都是把它作为一个不合法性的 这个就是形态是必须要消灭的 因此中共党内人人都害怕把自己沾上哪一派哪一派 所谓哪一派都是这个海外的人 对中共党的内部意见分析的一些 一些人的这个称呼 其实他们自己是不承认自己是有党派的 因此这个状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个问题的出现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专制倾向很严重 又具于权力的优势地位的人 往往他手里掌握着所有的资源 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个人的不同意见 你很难和他手里是掌握着强大的权力体系去抗衡 他就没有一个党内就是说我们讲组织形成的一种力量 去制衡另一种就是不同的一种力量 他不存在这个客观上我们讲的这种制衡 他以个人的力量他是难以制衡这种东西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党在习近平上来以后的这些年里面 他不断地加强对组织内部就是中共党内的这种控制 所以他是不允许中高层的人互相往来的 他把党内的所有党员和党的干部都打成原子状态 而这个中层的这些还跟那个高层的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呢 他有可能乐意走一些个就是人际关系 这就是我们讲什么拉关系呀走后门啊 在互相交换利益 真正到了高层 比方省部级尤其正部以上的这些个官员 互相之间的来往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他们很难就是说做到正常的沟通和交换意见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互相之间都是有提防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党内不存在一个正常交换意见和沟通意见的 这一个就是空间 他不存在这个空间也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平台 就更不要说有这样的制度平台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习近平在这几年连续的下了很多制度和文件 就是我们讲他的所谓的规矩 所谓的那个制度 他已经把人们的嘴封掉了 比方说你有不同意见吗 他认为你就是妄议 而不得妄议中央 也就是不得妄议他 这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党内的所谓的政治纪律 谁要犯了这个政治纪律 他会比你的贪污腐败要来得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第三个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个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 他在放开经济的这种自由空间的同时 他并没有对权力进行约束 所以而当时的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 他一点一点的在生长过程当中 中共党内的制度约束和国家的法律边界都是不清晰的 而中国是个人情社会 加上这些官员本身就有想贪好 就贪财和这个获取个人利益的这种倾向 那么因此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经常把这种状况叫什么呢 能干的官员是一边干事一边犯事 犯事就是他犯有什么贪污腐败的这些东西 而当你要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不干净的 所以就说只要你敢表达不同意见 这个纪检委系统啊什么监察部门 他就可以抓住你的小辫子 然后你就不敢说话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株连家族 株连秘书 株连司机 这都是中共党内 所以他的这种状况 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敢正常的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是可以说中共党内的那个氛围 是极为严酷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我自己觉得不排除习近平 在二十大的会议上完了手段 要不然我们无法解释 胡锦涛为什么在闭幕式的会议上 会被那样不礼貌的强行驱离 而明显的胡锦涛 并不属于身体健康原因 这是我说觉得 这就是说不排除他这里边 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他搞这个小动作 做一些就是那个 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流氓耍赖的行径 或者叫调换谋写文件 然后有真真假假的夹在里面 因为我自己在那个苏里 2018年的习近平关于这个 就是在中国进行修宪的这个过程 他按照他自己那套来做 但是他事先会保密 保密的很厉害 他不会告诉你 而真到他把那个就是流氓手段 或者讲是那种小手 就是玩弄计量 玩弄到就是已经搞好了以后 他把你已经摆到 装到那个坛子里面去 我们讲请进入温啊 就是你都已经把你弄进去 你就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 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下 你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党内 他就彻底的躺平 因为这样的结果是出乎我们 所有人意料的 换句话讲就是他已经把一切制度 一切规章全部打破了 这个我们听说这个中南海大院里面 是不串门子的 我们听说这个以前杨尚昆 当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候 是给中央领导监听的 那这个是不是现在也有监听 那第三一个这一次中央委员的选举 有8%到9%的人是落选的 候选人是差额选举 那哪些人落选了 这可能里面也是有名堂的 所以石板先生 你自己看 你观察中共的这个代表大会 好几次了 你觉得这次大会的诡异的地方在哪里 怎么说 我觉得首先这个人民名单 就是说不管是中国政治 我研究日本政治 研究台湾政治也是一样的 一定是要派系均衡 就是说你这个派系 哪怕你就是像日本 日本比如说日本自民党 自民党的安倍派 安倍他当首相的时候 那石破茂就率领石破茂 向安倍发起挑战 然后去争自民党总裁 但是即使是石破茂失败了 安倍这个是安排内阁成员的时候 石破茂也让他进来一两个 可能会少一些了 但是至少也要表示我们全党团结一致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我觉得你要想从政的话 要想政权安定的话 你当然把各个派系的立权照顾到 但是说这一次呢 习近平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完全找到听话的人 我看到这一次呢 就是说首先 就是说怎么说呢 这一群的就是改革派 所谓的改革派 或者是团派 这些思想开放 这个开放意义的人 全部不要了 我看他政治局委员的主要的这个布局呢 就是说 我觉得分三块了 一个是他自己的旧部 自己当年提拔上海的 也就是说 福建浙江的老同事 对 而且这些人 不管从精力 从能力 各方面 是远远不够 当到上到中央的 这些人就是因为生命中 碰到一个贵人习近平 被他提拔上海的话 所以一辈子跟这个贵人 在贵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所以他不可能有任何 对习近平说话 有任何质疑 另外一块呢 我觉得就是说 工程师 让用很多 特别是军工产业的 工程师大家都是知道 工程师一般的是 这个在社会上 这个人勾心斗角 各方面是比较单纯的嘛 所以说他比较听话 而且我觉得 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党的理论干部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蔡老师 这次 比如上政治局委员的 一个李舒蕾 一个叫石泰峰 这过去都是中央党校出来的嘛 就是说 这些人 他为什么能够升上去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党校的干部 我在就是 我过去在邓小平时代啊 邓小平时代的时候 就是很明显 就是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嘛 就是我不管你 只要有能力 能创造经济就可以 其实邓小平重用的 都是什么赵紫阳万里这些 敢于打破 思想解放的这些人 但是说现在呢 好像是 那个时代好像是 这个做理论的 做这物须的 意识形态研究的人 好像在邓小平时代 并不吃香嘛 在习近平时代 这些人 重新能够上到高位 这个是代表什么变化 另外对这两个人 您具体有什么了解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它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这里面 涉及到中共党内的 一个背景 就是当邓小平 在那个邓小平时代的时候 他是因为邓小平 本身讲说 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搞不清楚 但是呢 经济发展 他是必须要搞的 他而且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这个跟着美国跑的 都富起来了 那么美国搞的是什么呢 是搞的市场经济 所以呢 他就讲说 而传统的理论认为 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嘛 那你现在呢 要不问薪资薪色 先把经济搞上去 这样他 他事实上 中共内部 他有一个淡化意识形态的 一个倾向 而这种淡化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为了 内部发展的需要 第二方面是 尤其是到了江泽民时期 他这个加入了WTO以后 他要融入世界文明 就是主潮流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内部 有相当一批官员 他们成长在 那个市场经济 开放的环境当中 他们接受了 很多外部的信息 他们也看到了 市场经济的 这种实际效果 所以在意识 原来的意识形态 它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能够凝聚全党的了 相反的就是 你要有新的这种理论 进入这个党内来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一点来讲呢 中国共产党 它本身原有的那些个 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 包括中宣部的人 其实他们对现代文明 是完全不了解的 因此呢 他们也就是 在事实上 他们在党内 是处于某种 边缘化状态的 当然我们讲 这个以后有几乎再讲 就是说中宣部也会 用他的权势 努力的为自己去分一块 第二根就是要去刮社会的一些钱 其实中共党内的各个部门 各有生财之道 你知道吗 那么意识形态也是中宣部 生财的那个门道 但那个时候呢 它这个部门事实上 它是相对比较弱的 那么我们这双党校的这两位 就是领导呢 因为我在学校跟他们接触的 应该讲不算少 不能说是很多 但是不算少 因为都还是彼此比较熟悉和了解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人 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 他们考进北大 然后又从北大毕业以后 到中央党校来工作的 按道理来讲 他们对什么是 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观念 他们两个要比其他的官员 要懂得多得多 那么当然就是做一个学者 和做一个官员 他的那个形式规则是不一样的 当你做学者的时候 你可以在学校里面 谈很多这种 我们所谓讲的思想理论的 探讨性的问题这些 所以无论是石泰峰也好 无论是李苏雷也好 他们在做学者的时候 他们对很多问题是 是有很多自己的 就是我们讲 比较开明 比较民主化的 这个倾向的这个观点的 因此他们在校内的讲课和研究 都是走在前面的 但是当你当上了领导 尤其中共党内 它是一个人的 就是最高领导的意志 可以主宰全党的意志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跟着看了 我讲一个过程吧 就是说2006年的时候 当时全党搞思想解放 搞那个党员教育的时候 李苏雷在这个西安当市委副书记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那个 胡锦涛的主政时期 江泽民的那个思想相对来讲 是比较开放的 那么而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在党内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影响力的 大家都知道要开放往前走 但是随着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党内的政治氛围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这就习近平讲的 他在那个二十大报告讲 他说意识形态发生了 整体性的全局性的改观 他现在比较满意这个意识形态了 换句话讲就是说 这个民主的开放的 走向宪政的 那个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的 这些个意识形态 这些个声音都已经基本上被他剿灭了 那么他要求党内呢 就是说大家都属于一个 要服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他就是习近平上来了以后 几乎就把党内民主完全排斥 而这种情况下 作为在这个体制里工作的领导官员 他们两个都到了副审集和副审集的时候 那时候实际上呢 他们也是有所顾忌的 所以我感觉呢 就是说他们要顺应这种政治氛围才能生成 而他们内心的根本的东西 我相信还是不会改变的 这就是我个人对他们的看法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为什么意识形态的这种 就像中央党校的这两位校领导 他现在能够走到政治局位置上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在我们学校的时候 其实李苏林那时候就已经在抓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后 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在全党已经被抛弃了 就大家已经不相信他了 但是呢又是一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他这个老祖宗是不能丢的 这根旗也不能丢 那怎么办呢 他就要想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架接起来 就使得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形成为 生成为中国的新的意识形态 又能够凝聚老百姓 又能够鼓舞这个党内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央党校做了很多年了 大概90年代后期开始 而李苏林那个时候 他是我们学校的文史部的主任 就是关于文化建设 这个这种问题他是抓得比较 他自己也是北大的中文系毕业的 因此他在这个文化的 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积累上 他是有相当功底的 那么在中共中央党校呢 他又工作了那么多年 所以呢他对这两方面都不陌生 我觉得李苏林被这个 就是用到中宣部去做这个部长 他很可能将来要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意识形态 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这就是我的想法 至于是现在出还是隔两年出 还是最终出成什么样 我这个很难讲 所以我觉得意识形态的 就是中央党校的两位官员出来 能力和水平确实在他的那个秘书党啊 就是常委的那种秘书党的上面 他远远高于他们 同时呢 意识形态呢 又是习近平特别看重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他是需要来用他们的 而用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能够被为习所用 用到什么分寸 什么程度 是保守就守着自己内心的真正的那块价值观念呢 还是迎合独裁统治的需要去改变他的基本价值倾向 为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利益或者什么的 那这个话我就很难讲 因为人也是会变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无从做判断 这个话我觉得有让我想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 和很多中共的官员也有接触 有些官员就是说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刘晓波还在外面 我刘晓波我也很熟 我也经常去采访刘晓波 后来我发现呢 就是在私下里面谈话的时候 刘晓波的理念和那些中共官员的理念是差不多的 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问题认识 以及怎么能够改好的认识是一样的 反而是因为刘晓波的信息不足 所以说呢 有时候他认识并不全面 反而那些中共官员他们知道更多的事情嘛 他们看问题看得更透彻 就是说其实他们想法是一样的 只是这些中共官员到台面上以后 他们就会讲很多很多冠冕堂皇的话 后来我记得呢 大概在二十年前左右 我太太是台湾人 我跟我太太一起去中国 跟一些就是也是属于中共的官员 一起就是去吃饭 然后去唱歌 然后呢 那个时候流行电视剧叫可望 然后可望那首流行歌非常流行嘛 然后那些人呢 唱起了歌以后呢 就也喝了一点酒 唱起歌就是什么 就是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嘛 然后大家很感动的时候 就好像有点热烈盈眶的感觉 然后我太太就非常吃惊 说什么叫真诚的生活 心中渴望 这是你们每天的生活不真实吗 不真诚吗 但是我就知道 因为这些官员天天他们在虚伪 他们在说谎话 所以他们心中渴望一个是真诚的生活 这种想法 我想是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不知道的 这些人在想说什么 那么我想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 会更多的官员 会继续这种更加虚伪的生活 他们会更加扭曲啊 他们每天心里想的 和嘴上说的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 对他们的生活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个士兰先生说的这一点 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东西 所以前两天啊 其实我在跟那个明居正老师啊 做片子的 就是做访谈的时候 我们当时讨论到题目 就是党性和人性的关系嘛 刚才那个就是士兰先生讲的这个情况 其实是一个人的 人性的真诚的流露 那么但是呢 党性他会把它也就是扭曲到 就是让你戴着面具生活 所以中共党内的很多官员 其实他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成长起来 走到这个领导岗位上去的 他们知道改革开放 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这个 就是发展空间 给他们带来了实际的好处 也知道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不会有走出那个 贫困的那个衰败的那个就是状态 所以其实他们是明白什么才是真正中国人应该向往的生活 什么是有可能走向灾难的 我觉得中共党内在二十大以后啊 很多官员其实内心是有判断的 但是这种恐怖高压使得他们更加不敢说话 因此我觉得就是这种躺平啊 刚才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 王浩老师他讲到这个躺平 说中共的党员有那么多 为什么会躺平 恐怖啊 还有就是说他在这种体制下 他不得不扭曲着自己去生成啊 所以其实他们是活得很压抑的 他们内心是知道哪里是安全 哪里是人的尊严 但是他们在每天生活在那个情况下 他不得不做人格分裂的人 人格分裂在他们内心来讲是有痛苦 我想问一个比较长远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过去十年中啊 这习近平为什么能够从一个 当初大家认为是一个妥协的弱势的接班人 像跟薄熙来比起来 习近平好像是一个老好人 很弱势的这样一个接班人 在十年中变成了一个非常职权的大独裁者 他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我觉得首先一点啊 就是说中共这个组织啊 骨子里面它不是现代政党 它遇到问题和它的内部的人际的这个协调 它不是按照现代政党应有的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 去来协调和解决内部问题的 那么因此呢就是中共的那些个老的高层的这些个官员们 他们对于全毛政治这种思维在党内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换句话讲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除了帝王的那个观念 就是毛泽东想称帝是吧 就是人人都想当小皇帝 这个在中国它是个农民农业文明的社会 这个是人民当中也有很深根基的 就是今天就是风水轮流战 今天轮到我做皇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去当个皇帝 因为他可以去独裁嘛 他可以去把自己一直凌驾于别人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个 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熏陶影响 第二个呢就是在中共党内 它其实到了高层以后 它有很多这属于互相之间 是一种全毛政治的这个手段 而全毛政治在高层当中 他们是玩的比较娴熟的 不排除习近平的爹妈 也都熟悉这一套 所以我觉得不排除 他们是有这个长期的 这种党内的高层政治的 某种内情和某种 就是了解和某种熏陶 这是一个方面 我自己觉得 它不是一个现代政治文明理念的处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实际上上次我在陈小平老师 那个VOA的那个访谈当中 我就已经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时就是江他们啊 就是江泽民他们呢 就想那个要找一个红二代 或者太子党来继承这个权力的时候 他们自然想到的就是习 因为首先一个就是他父亲 在党内的影响比较好 第二个呢就是他父亲所在的这个 所谓中共党过去的山头 还不叫现代政党的党脉就是派别 就是三头 就是当时的西北的那帮 西北帮在中共党内 它是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那么江泽民他们扶持一个弱势群体里面的人出来 量他没有太大的能量 还是属于江和曾庆红他们或者说是可以操控的人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看走眼了 结果呢就变成就没有想到就是他他是这个之前 你以为他热吗他不弱 他内心潜藏的东西可能已经很多年的这种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了 只是没有机会 而你一旦把机会给他 他立即就开始施展这种全毛政治和流氓政治的东西 我为什么这样讲在那个陈小平的那个访谈当中 我只讲了几条 一条就是讲他们这个就是官员财产的公开透明 这是世界通行的反腐败的一个就是做法 只要你官员的财产公开透明 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很少有官员敢拿自己的生育和自己的仕途去冒这个险 是吧 你制度上规定的比较明确了 然后他又是透明的 你就没有漏洞可转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愿意让民众来监督官员 他们相信的是上级管下级 大权管小权 所以当习上来了以后 以反腐败为名 要求全党处以上干部 每年都要填报他自己有多少财产 你的房产 你的收入 人情往来的 还是你不正当得赖的 还是企业家送给你 你一律都要申报 然后呢 就是你的那个基金收入啊 股市收入啊 所有之类的东西 你必须离报 然后这一报了以后干什么呢 他不是说给大家来公开的监督 而是纪检委和组织部门把它收起来 放到每个人的材料袋子里边 我记得当初在改革开放的开始的时候 胡耀邦他们在就讲说不装袋袋 不打就是不打帽子 不扣就不打棍子 不扣帽子 不装袋子 袋子是指什么 就是黑材料袋 黑材料袋 但是习近平在上台以后呢 他以反腐的名义 他又开始给每一个官员装材料袋 就装这种黑材料袋 就我不想整理的时候 这个材料袋就永远就是封在那个地方 就是放在那个组织部门和纪检委的手里边 我要想整理的时候 我拿出来就是 因为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 就是法律制度和党内的制度建设跟不上 它是不健全的 权利是没有得到约束的 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点大大小小的毛病 那么因此这样的话呢 就我想整理拿出来 不管你是贪污腐败 还是你人情往来的灰色收入 我一律算你是犯罪 这个时候所有官员都是很害怕 因为自己把小辫子乖乖地交给了党的部门 然后呢到时候整理呢 都是你自己交代的材料来整理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那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这一招就把所有的干部们都置趴下了 他们不敢轻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敢说话 那么这是习可以在党内安插他自己的人员 可以打压不同意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么第二个手段是什么呢 他的那个租连九竹 你知道他是怎么租连的吧 他是从你身边的人先搞你 这个我都是有根据跟你们说的 我要想整导你 我必须要拿些材料到手上 那么好 我先把你的驾驶员给双规起来 驾驶员不管你是不是党员 只要你是给领导开车的 我要整这个领导先整你的驾驶员 因为你们在车上总是好谈各种各样的事情 驾驶员就会交代你谈那些什么或者怎么样 你如果说这个时候驾驶员被抓进去了 你还不服刑还要说什么吗 接着他就开始把你的秘书弄进去 然后把你的秘书弄进去 然后秘书是跟你跟得最情和最紧的 你的好事你的坏事 秘书其实比他老婆都知道的清楚 这个时候秘书他就可能就会交代 那么再如果说你还有不服气 你还要想提出各种不同意见的 那我就把你的儿子女儿抓进去 然后把你的什么家里的什么人抓进去 往往到了直接抓自己的家属家人亲属的时候 所有干部都不敢说话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让他的权力 他安插人和他的权力 就可以没有任何阻力的来做这个事情 这是第二个就是他以威胁人们来做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在2016年的时候 年初搞了个突然袭击 因为我这些 我是每年跟踪中国共产党 他所谓的党的建设的 我每年都要写一个年底的 都要给他出一个跟踪报告 当然这个报告不是出给中共中央的 而是我自己作为研究 我需要每年写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2016年的年初 他们突然袭击放出 在人民日报上 一月份 我记得是从1月的9号开始 一直到1月27号左右 大概连续有那么9篇左右的文章 在突然喊出四个意识来 就是四个意识怎么出来的 我想跟大家讲什么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江泽民当时说的是 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是 后来习近平那个时候出出来的 因为2016年的二月份 我正好因为是为任志强出来说了句 我认为是说了句公道话 然后他们把我给弄起来 不断的谈话 然后他们当时就我们学校的纪检委 对我的要求就是任何情况下 任何时候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的意识 必须要做到四个意识 就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央有这样的一个提法 为什么他现在有这种说法 后来我自己就去查了这个报纸 我明白了 就实际上是他下面的马仔开始造势 然后把这个造势在人民日报上就发文章 造势造到最后就变成了全党必须得接受的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人出来挡他的话 那么到了2016年的那个10月份的时候 后来就不得忘役 也进了那个就是十六届的 我看看十八届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前面有一个条例 就是党员处分的条例的修改 他立了一个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关于什么 不得忘役 不得什么散布什么什么消息 不得参与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在限制党员的这种权利 而大家都知道中共党内那个拿纪律处分来制裁人 这个是他要么不制裁你 他要想制裁你 他什么样的那个手段都可以用得上 所以我们知道一旦他入了这个纪律处分以后 这个对于官员和党员来讲 都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 所以人人都害怕犯党纪 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不敢讲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在话语权上 已经把你控制了垄断了 他不会让你再去说话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再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2019年在党内喊斗争 斗争精神 然后这个斗争呢 他又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他说刀刃向内 是吧 什么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这种东西他又强调干部要有斗争意识 要提高斗争本领 要有斗争精神 要看准斗争方向 他在中央党校的那个 中文青干班的讲话当中 我数了一下1900多个字 讲了48个斗争 你知道就讲了48次斗争 什么斗争方向 斗争立场 斗争原则 什么斗争的本领 斗争的那个什么意识 斗争精神 诸如此类的 我都编不出那个48个斗争 后面加两个什么词来把它 但是他就讲了这一点 那么因此这就是说 这实际上给党内放了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就是说你要想表达不同意见吗 我就可以逗你 因为共产党的 就是基本哲学 就是斗争哲学 他这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捡起 因为他已经把大家嘴封住了 所以一直到了2022年的5月份 老干部就是不可以乱输乱动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因此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他从他上来以后 他一步一步的把中国共产党 还有一点的党内的 这些政党的某种气息和某种制度 东西他一点一点都给你破掉了 破掉了以后他就重新把这个党 变成了他一个人能够控制的一个帮派 所以呢他是捏着所有人的小辫子 威胁到所有人的人身安全 封了所有人的嘴 最后他自己破了所有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烈 改革开放要搞党的制度建设 他其实已经在开始讲党的制度建设了 但是呢他到13年以后 他加了两个字就规矩 规矩是党内潜规则的明面化 他把潜规则本来是大家心知肚明 谁也不说穿的这个东西 他现在拿到台面上来 他把这个规矩是没有成文的 就是可以任意解释的 可以任意扩大范围的做法 谁来做不是党员来解释 不是一般干部来解释 是他解释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事实上他就把那个 就是帮派的这种做派进入到党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方面 最终导致就是说 他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比较害怕的 人人都比较恐惧的这么一个黑帮老大 因此我们看到2018年的那个十九届三中全会 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敢出来抵制他的这个不合法的修宪 这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如果要让我说的话 他实际上就是这个十年当中 他不仅仅是把权力集权到自己手里 他事实上是消灭了中国共产党 他到最后那个修改党章的时候 他的那些个做法 所谓讲把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放到这个党章里边 他事实上就已经把共产党给消灭掉了 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了 存在的就是顶着政党名义的一个黑帮组织 而他自己就是个帮派老大 他是可以决定每个人的生死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做的 因为他就是把一个党变成了一个帮 变成一个黑帮 就是他实际上修宪他实际上党内独裁 这个五年前就完成了 可是我们好像海外对于他的这个认知 对于他能够党内的高度集权 他的用人的这个压倒性的胜利还是低估了 这个情况可以这样讲 我一直觉得就海外的很多人 说到政党党这个词 他们都用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党的这个概念 眼光去看中国共产党 其实中国共产党是顶着这个党的这个词外音 他内力他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 他从就是这么讲创立之初 他还有一些个大知识分子 我们当时讲叫南城北里 北边就是李大昭 南边就是陈东秀 还有一些个知识分子进来 到延安整风的时候 他就等于是通过整风 把一些个具有一些思想的 那个中小知识分子给整掉了 然后改革那个49年以后 他又党内的这个整风 那个什么反右什么之类的 他又搞掉一批人 所以本身这个党他就骨子里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 同时他本身他这个党也没有文化积累 我们知道越是到社会底层 他就认两条 一条就是认暴力 谁能够把我打趴下我就扶谁 第二条呢就是认利 就谁给我献利我就跟着谁 是吧 你给我利益我就跟着你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讲 往往是江湖社会的这个做法 而这种东西在中国共产党 骨子里是没有断过的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 这个党他是有一点进步的 这就改革开放以后的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 那些老三界和老文革当中的 那个老大学生 就是他们作为这个党要知识化 要搞什么四话四个现代化之类的 他就把这些人吸收进来 而且开放以后呢 中国社会跟外部的交流有多了 所以党内本来是可以有一批人 就是说具有了现代文明的初步知识 是可以有转向现代文明 现代政党的这种就是 自己把自己的那个 通过自我改革 来把自己这个党推向现代文明 改造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理念的 一个真正的政党 但是到了习这儿就完全完蛋了 就是彻底的回去 就不可能 往后就不可能了 就是说中国真正的现代政党 在我个人看来 中国社会没有存在过真正的现代政党 我们刨开那个台湾的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台湾的国民党 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也不是一个完全以上的 就是现代政党 他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同样一个根 叫列宁主义的那个东西起来的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习近平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抛弃了以后 他现在下一步统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是什么 我看你刚才提到了帝王观念 提到了封建主义的传统 提到了江湖社会的帮派规则 这些都是他现在维持他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吗 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他历史传承下来 客观上无论是党内还是在社会上 他就存在这些因素 那么另外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他要想维持他后面的这些统治 他必须要给大家画个大笔 那么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其实在中共党内 他已经是很多人已经不信 知道这个大饼是个假大饼是吧 你画的是水中月嘛 然后所以呢 他现在要画一个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这个词呢 是对于中国这个民 就是中华民族来讲 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情节来讲 因为过去我们对现代历史的那个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 欺负我们 所以中国人一直有一种被欺负的屈辱感 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就有点像 德国德意志民族在一战以后的那种情绪和心理 而这些东西呢 又被他用一个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变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宏伟目标 然后呢 我觉得这是底层的人比较拥护他的一个方面 对于中共党内来讲 这种民族情节或者一般的党员和干部身上 他也不是没有 他都是有的 但同时呢 我个人觉得 因为文革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时期的那些个错误的那个就是罪恶 并没有完全的揭露出来 而且中共党在他后来的这个宣传当中 有意抹杀了49年以后 就是57年以后到77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20年 因为这个20年当中发生过三年大饥荒 发生过这个就是荣山会议 这个党内的大整数 发生过十年的文革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历史上不能提的事情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有意的抹掉了 然后呢他就来鼓吹他的所谓的那个伟大成就 辉煌成就 所以当今天新的东西就是以这种过去的 新形式再犯过去旧错误的时候 你知道党内的人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他不知道曾经犯过这些错误 他们会把这个认为是一种新的提法 或者新的那个创新的做法 所以我们讲说历史的那个一旦把历史篡改 一旦忘记历史 这个历史的这个就是 它会以新的形式来重新发生 这个情况啊 我自己的感觉是很深的 当今天没有时间了 我就不能再说这个问题了 但是这种情况我在 在重庆遇到过 在中央党校的教学当中遇到过 所以我一直都在讲说 如果不解决文革和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真实的一些真相 给大家都知道 给大家都能够共同的讨论 去怎么去能够就是说 记住这个历史教兴的话 那我们还会犯新的 因为它这个思想基础没有被铲除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党内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中国社会它的贫富差距那么大 而又没有对毛泽东时期的真相 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社会上还有些底层的人 他特别希望回到毛泽东时期的 那个计划经济时期 他以为那个时候是大家都平等 大家都一样穷 不是说一样富 而是一样穷 中国的文化就是不换寡 而换不均 我穷不怕大家跟我一样穷 我心里就平衡 但是要是你很富 我很穷呢 那我就看不得你 我就必须要 要回到那个 大家一样穷的年代里面去 而这个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解决 所以这就使得民怨 就是沸腾或者民怨高涨的时候 同时使那些个怀旧心理 他再次激发出来 这也是习近平得以能够 能够把住他的这个统治的一个社会基础 石板先生 你对于这个习近平操弄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 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民族主义 超度民族主义当然是很有效的 就是说 古往经验 很多独裁者都用这一招了 但是说这个 但是效果有限 而且呢 最后很容易这个引火自焚 刚才讲的党 中国共产党 就是说习近平有没有这个独感大权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就是说 就是说表面上是独感大权了 但实际上是把更深刻的矛盾 把它压到水面上去了 让它显示不出来 比如说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 孙政才是通过党内程序 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 然后就被整掉了 然后呢 2019年的时候 任学峰通过跳楼自杀 以死明治来抗争 那么到了2020年 就变成了胡锦涛在全世界的摄像机的面前 我在表演自己的不满 所以党内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 这都是党内的矛盾的一种公开化 那么这个也被压下去了 但是并不说明党内没有矛盾 而是党内的矛盾 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一个高压锅 你把那个喷气的地方 喷压的地方 你给塞住的话 这可能爆炸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我认为中国党内只是共产党失去了自我纠错能力的 自我纠错的能力了 以后就可能变成更加硬着陆的一个反方向了 另外一个 我觉得习近平跟毛泽东的比 这是独裁政权都是用暴力和谎言治国的 但是毛泽东的时候呢 谎言是八 暴力是二 或者谎言是七 暴力是三 现在习近平呢 谎言是三 暴力是七 这个是完全比例不成比例的 你要维持暴力治国的话 你要需要很大的成本的 因为你要收买这些人 这些人 而且你要派人监视这些人 当你暴力的成分越来越多的话 其实你这个国家是越来越来会捉襟见肘的 总有一天你会收买不起这些打手的人 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 就是说包括傅政华呀 什么孙力军呢 什么就是都是给习近平当当打手的一些人被整掉了嘛 也就是说主子和打手之间的互信关系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整掉一个打手的话 别的打手也不安嘛 所以是我觉得这种习近平还是正在加速 所以我并不认为习近平能够一统江湖 而是我认为他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激烈了 当台这个蔡老师特别讲到的一些这个习近平的理论上的过去这十年不断的发动一些什么四个意识啦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斗争理论啦 这些我想确认一下这些理论是习近平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王沪宁替他发明的 这个话就很难说了 在过后所谓的清华大学的学习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在他的那个谈吐和言论上你看不到有任何现代知识给他 在他脑子里存下一个脑印 那么因此呢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极权意识形态 对所有人都是有影响的 不光是对这个共产党党内包括我这样的人 就是从小就成长在什么所谓的红旗下 长在体制内生活又是比较优偶的人 对于哪怕现在我们所讲的海外的这个反对派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由民主派 其实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某些东西 共产党也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呢斗争意识斗争精神这个词 在习近平那个地方 你很难把他分进是他自己的东西 还是骨子里就是受了那种熏陶以后 就是本能的现在需要拿出来的东西 对于王沪宁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呢王沪宁在80年代的后期啊 他其实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争论的一个一方 什么呢就是新权威主义的这个争论 新权威主义呢他一直认为呢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 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权威来领导 而不是乱红红的 所以一个国家需要搞那种 所以呢他们是比较接受这种威权统治 威权政治的 而王沪宁我个人认为他这种威权政治和威权统治的这种理念 其实他是没有丢掉过 而这种理念呢在这个学者当中也不是不存在 所以像我们那个就是后来中国社会在大概在2011年 10年的前后吧 逐渐的就是我忘记那个斯密特 斯密特的理论在那个学者当中它是有影响的 当然这个和那个刘晓峰他们是分不开啊 就是刘晓峰他们鼓吹这个东西 但是他在学者当中是有影响 而王沪宁呢他的起家和出生是个学者 所以我觉得他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理论 他也是这个理论的一方就是代表人物之一吧 而那个80年代的那个后期就是反对新权威主义理论的 而真正要走向自由民主的 这又是学者当中的另外一方 所以我觉得王沪宁的这个思想意识是可以从这儿去考虑他的 某种程度上讲他不会排斥斗争这个基本观念 这就是我大概的那个能够知道 我更多的我就说不出哪个是王沪宁的 哪个是习近平的 我觉得很难说 谢谢蔡霞老师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谈到这边 我实际上还准备了很多问题 不过我们另外再找一个时间 接着谈下面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很高兴这个蔡霞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蔡霞老师 谢谢石板 谢谢啊 谢谢那个王老师 谢谢石板先生 我就是太啰嗦了 没关系 我们谈得比较透彻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一般的政论节目 受时间的压力 很少有机会让来宾讲得比较透彻 那我们比较不太在意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让来宾能够很透彻的 把想要讲的话讲清楚觉得很重要 那我们宁可有机会可以多做几集 可能可以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都很复杂 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讲清楚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